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问题就来了 问题就是 这一个礼拜以来 其实我们的服务人员经常接到很多投资人打电话来问个什么事情 还可以空吗 跌这么多了还可以空吗 各位你要知道 意思就是说 现在的投资人在目前这个行情里面 很多人想到的不是说 我怎么去找那个空点来帮自己获利 而是说 还可以空吗 还会跌吗 还可以空吗 还会跌吗 甚至很多人想说 每天盘中想去找个地方去做个多来抢个反弹 各位 这个礼拜 如果说你随属想反弹的话 你这一个礼拜大概撇掉三四百点 对啊 对啊 但是各位 问题就来了嘛 可是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很多人到这个地方 你的心态上变成是你不敢去放空 你会想去做多 我跟你讲 原因很简单 其实哦 这个礼拜跌到今天 几乎天天跌 正常讲的话 各位 航情都在往下跌 就像一个火车 就是往南开 你不要想到火车马上急刹车就开始往北上 对不对 可是问题就来了 各位 其实今天的盘也是一样 如果今天你没去放空的话 我跟你讲 你的心态是一样的 什么心态呢 你自己看 每天开盘都被骗 对 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盘的后面就一路往下杀 但是重点也是你自己看 今天从8点45分到9点半这一段时间 其实你去看的话 你看到这什么走势 好像打了一个双底 对不对 今天这个盘呢 哇 盘中这样子来回两次 没有破哦 还往上拉哦 那今天大概要反弹哦 我跟你讲 这就是这个礼拜以来 几乎每一天每一天 投资人的心态就是 哎哟 跌很多了哦 大概可以反弹了哦 而且这个礼拜的盘 有个最诡异的地方 就是每天开盘的那半个钟头 都好像要弹给你看 对 各位你知道 对 你自己回想一下看 昨天如此 礼拜三 礼拜一 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每天搞得你开盘的话 你都觉得说 哎 这盘该反弹呢 结果天天都后面都给你中杀 后面每天都给你中杀 但重点就来了 你说今天也好 每天都好 就是因为每天开盘 对不对 我一直讲各位 如果说你做期货 你是用眼睛看这种东西的话 我保证你一天到晚 错的一大堆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今天也是 哎 今天第二次的弹 还弹过开盘的那个高点 那我请问你 你再怎么看 都觉得这个盘 好像该弹一弹的 对不对 于是乎在这种地方 这里也好 后面也好 你还要去做多单吗 问题是等你做完多单之后 哇 各位 走势是这个样子 谈到那个地方 后面 就一路就跟你杀 今天这种盘杀杀杀 也杀了七八十点下来 是啊 所以你看 今天这种盘 对不对 如果你在这种地方 你去做多单的话 你自己看 对不对 你错得多离谱 错得多离谱 你反过来讲 今天这个盘 不要说你去做多单赔到钱 那也就算了 很多的人 各位 今天这种盘 我刚刚讲过嘛 这个礼拜以来 很多人的心态是 跌这么多了 还会跌吗 对 还会跌吗 所以各位 今天这样七八十点 真是财神爷走到你面前 要把钱给你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收 各位你知道吗 我今天跟很多投资鸟说 各位 你做期货 千万不要每一天 那个财神爷已经把钱 端到你面前 你不知道怎么去收那个钱 我都觉得这是最悲哀的一件 事情 好 但不管怎么样 如果今天开盘你去做多 或者今天开盘你还是不敢做空的话 那今天这个盘 怎么样 你会勇敢的去做空 那答案在哪里 大户指标 好了 各位你自己看 来 各位 如果今天 你想说 哎呀 已经到礼拜五对不对 哎呀 这盘大概不会跌了 好来 我们先看 我们看左边下面吧 各位看到了吗 今天的盘 说真的 一路上以来 好 我跟着我们一起来看好了 各位看到没有 其实今天这个盘 看到没有 开盘以后 对啊 有来回震荡过 对不对 但是因为重点是 如果今天开盘是 你不敢去做空的话 你先看到了什么东西 我就直接讲吧 今天开第一盘 今天是当冲 8738箭头 就直接翻空 开盘以后 大户是在做小空 而且重点是 为什么后面 可以再杀个七八十点下去 因为一样嘛 后面做空的力道 是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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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杀 就是这样杀 所以各位你自己看 如果今天开盘 对不对 你去做多单的话 你先看到了 你错的多离谱 虽然说开盘那一小段时间 大户做空的力道 还不算很强 但是毕竟 大户多空力道 已经撤出来 对不对 从小多小空 变成转空 到用力做空 那各位 所以今天这种盘 你不要说 今天盘对不对 跌多了 你不敢做空 人家大户还在做空 大户都还在做空 那箭头又翻空 还是两者同向 那你为什么不空 一笔下去 就快七八十点了 我说预长 这种钱你都不赚 那你要做什么 这种地方 你还跑去做多 箭头翻空 大户做空 你还跑去做多吗 说预长就对 维国性 我已经把期货的操作 对不对 已经做到 多么简单的地步 好了 如果今天开盘 你想说 就像刚刚 节目一开始主持人讲的 这盘还能做空 因为杀这么深了 好了各位你自己看 今天就算这个礼拜 几乎天天跌 跌到了今天 真的叫做 还可以放空吗 可不可以空 答案在这里 我问你 刚刚你看到了 今天大户在做多还是做空 对还在做空 对不对 而且是越往后面 那个空的力道 是越来越强 所以后面 一路给你往下杀 所以各位你看 今天这个盘 我一讲 各位 你对于这个 这个 这个期货也好 对股票也好 你千万不要自己主观的认知 跌多了 什么叫跌多 对各位 如果你单看 从这一次从万点 跌到现在这个地方 跌到八千 六七百点这个地方 好像跌的大概一千五百多点 对不对 你觉得 跌的这样 你觉得跌的多 那各位 如果说假设 假设 最终这个盘 跌到七千点去好了 那你回头一看 这边的八千六八千七 位置叫做高还是低 各位你懂这意思吗 各位 你不要用那种 你的那种主观的认知 哎呦 已经跌很多了 那各位 你没有看过空头市场 是不是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各位 行情的涨与跌 不是你每天用猜的 不是你猜出来的 我一直讲各位 做期货是在做什么而已 都是做方向 对不对 你做当冲也好 你做波段也好 只是做那个方向 期货只有涨与跌 但重点是 你说我们先讲当冲好了 那今天这个盘到底方向会涨会跌 会涨还是会跌 不是你猜出来的 不是你主观认知出来的 而是当天 像你今天 到底众家大户 是在做多还是做空吗 我说各位 这到底这么贵 这么简单一个逻辑 小学生都懂了 我想你一定懂了 今天盘要涨要跌 众家大户是在做多做空 方向就出来了 我说各位 方向不是你在猜 是人家大户在怎么做 对不对 所以今天这个盘 今天这个礼拜连跌 武田逆威 怎样不会跌吗 结果人家今天大户 还在做空 力道还是很强 那你不做空 你怪谁 你把他做多 你赔到钱 你怪谁 对不对 好 今天大户不但是在做空 力道也还很强 再来 刚才给你看到了 今天开第一盘 今天就翻空 而且我一直讲各位 做期货 你要跟随微博型的SOP的话 有多简单 对不对 你就是把握住 先机箭头跟大户 哪里有同向 有同向都是盘中 那最好的那一段 各位 你要做当冲 你就要把盘中 最好的那一段 好好的把握住 那么怎么把握住那一段 箭头跟大户 对不对 箭头 箭头有没有翻空 大户有没有做空 箭头有没有翻多 大户有没有做多 就如此而一样 好 那今天这个盘 这样讲够简单了 你看嘛 刚刚跟你讲过了 今天开第一盘 今天当冲 8738直接翻空 大户已经开始做小空了 后来震一震 砰就开始击杀 大户的从做空的力道 也是越来越强 就一直杀 好 一杀杀了快七八十点下去 下去以后 到了8678在这个地方 盘中开始翻一次多 大户有没有做多 没有 两者不同项 对不对 那不同项怎么办 如果你做的比较保守的话 你就把空单了 全部获利了结一趟 就好了 那各位 这样子对不对 将近已经超过 将近六十点以上了 各位 你说当冲一比六十点的话 你后面还需要做吗 不要了吧 对不对 好 8738翻多以后 如果你自己比较保守型的话 介绍跟大户没有同项 你就不要做 把前面的获利了结一趟 就可以了 反过来讲 如果你是个 你做当中 你很喜欢冲来冲去 你是个比较积极 的操作的话 8678可不可以做 可以 做了以后对不对 不同项的话 你设个20点停损吗 好啦 只有8678 就算翻多 后面也真的往上冲 一冲 还冲到87去呢 好 如果你是喜欢强短线的话 20点总是有吧 后来盘中 在8696 在这个地方又翻个空 大户还在做空 这比我们也做 只是后面盘没有叠得很深的 但是晃来晃去 你要减个几点 一二十点 都还是有啊 所以各位 今天这个盘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做了两笔空单就好 那各位 光这两笔空单 这样子已经将近 快要80点以上了 那我请问你 今天这种盘 对不对 开盘以后 到底该怎么做 尤其我讲过了 各位 这个礼拜以来 作所也是很厉害 今天这礼拜 每天前面 都让你看到 以为这盘要开始反弹 对 对啊 各位你看 我说一讲各位 如果说今天这种行情 你看这种盘 你的心态想说 大概要反弹了 但是你看这种东西 跟你看这种东西 你看擦天擦地 对不对 原来 这个地方 只是反弹而已 你看这地方 尤其各位 第二次反弹的高点 还过8738 但当时大户 已经真的完全没有在做多 已经都从小红开始了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我就讲 做习惯 你想做得好的话 对不对 各位 真正你要看的是这种东西 真正台面下 台面下 那些坐手 那些大户 那些控盘者 他们在做些什么东西 这才能够决定 一天的盘 到底要涨要跌 对不对 好 大户做空 盘就跌给你看 再加上对不对 箭头也翻空 大户做空 两者同向 这就是盘中 最好的那一段 我说各位 其实说今天这个盘 后面通通都不要做了 今天你只要把 这一段的六七十 你掌握住的话 不就够了吗 对不对 而且各位 不要说今天 我问你 昨天你做空了没有 昨天很多人也是没做空 昨天杀的比今天还深 昨天也是因为开盘以后 盘开始就是横盘 也没有真的跌下去 跟今天差不多 但各位重点是 那昨天 你自己看 东西好不好 不要只看一小段 不要只看一天 我把昨天也拉出来 其实昨天跟今天 几乎一模一样 对不对 刚开盘的时候的话 盘是属于来回这样做震荡 但重点是昨天一样 昨天开盘以后 大会在做哪一边 大会在做空 而且也是一样 后面的做空的力道 越来就没有 都穿过那个白色 那个曲线 变得很强 今天也是 穿过白色曲线 后面还是这样 就一路跟你往下 怎么弹也弹不上去 这个样子 昨天 对不对 昨天开盘以后 震荡震荡以后的话 箭头在8778 这个地方 箭头开始翻空 大会做空 两者同向 今天8738 箭头翻空 大会做空 两者同向 昨天也是 昨天也是一波 砰一杀杀的快 将近快90点下去 而且昨天大会做空 力道比今天还强 对不对 因为昨天的力道更强 所以昨天那一波不是跌得更深吗 所以各位 每一天的盘 要涨要跌 我再讲一次 谁决定了 每一天的盘涨跌 这些控盘者 这些重家大户 每天的涨有跌 是他们在控制 不是你在想要涨要跌 通过维尤庆的 这个独一药大户指标 每一天从开盘开始 一看 今天大户在做空 那我请问你 大户做空 你认为这个盘会涨会跌 跌吗 那不就简单了吗 那今天大户一样在做空 我问你今天盘会涨会跌 会跌吗 那就简单了 既然会跌 你为什么不做空 既然会跌 你为什么不做空 何况对不对 箭头也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8778 要做空的 大户也在做空 那各位两者同样 对不对 你就好好的做 我跟各位讲 因为 其实有个道理你一定懂 各位做期货 就是对不对 人家大户 人家控盘者 在做哪一边 你就跟着人家做 你就是大户 各位你有没有听懂 为什么很多投资人 在每天 在市场上赔到钱 在抱怨 哎哟大户修理散户 大户怎样怎样怎样 不是各位 问题是 你又怎么不反过来想一想呢 那既然散户都是被修理的话 那你就不要做散户 你去做大户可不可以 懂我的意思吗 你就去做大户嘛 那问题 你要怎么做大户 你每天通过微博信 大户都跟电脑指标 一测 对不对 你马上知道 人家今天 对不对 大户在做哪一边 大户在做哪一边 各位 你跟着大户走 你就是大户 不就简单了吗 跳脱你过去 散户的命运 好了 这样讲够清楚了吗 而且对不对 不但每一天 你通过微博信 独一位大户 都跟电脑指标 你知道今天这盘 大户在做哪一边 所以会涨会跌 另外对不对 再透过箭头 我说各位 箭头就是转折点 你透过箭头 转折向下 大户做空 两者同向 就这样做 我说各位 这样做起货 你会做得安安稳稳 你不会紧张 是吧 那各位 昨天这样一波下来 将近七八十点 后来昨天也是这样 盘中8692 箭头有翻多 但是因为大户没做多 那跟今天这个一样 对不对 那我说 如果你是比较保守的话 多端不做都没关系 因为光是这一趟空 两者同向 都盘到那最好的一段 昨天那一波 已经将近快八十点以上 那各位 你做起货 一天赚个八十点 够了吧 你多端不做也没关系 反过来讲 如果你是比较喜欢 冲来冲去 怎么都要做的话 你就做 昨天那一波 一弹下去 还快五十点上去 所以各位 对不对 每一天 我会讲 各位你好好地 跟着这个东西来 这样操作的话 我说各位 没有一笔多空单 你会觉得说 这个可不可以做 这边盘会不会涨跌 我一讲各位 对不对 只有两样东西 每一天你做起货 我讲过了 各位 摆脱你散户的那个角色 你跟着违国 大户指标去走 你自然对 你自己本身就是大户 你听得懂吗 方向 各位 做起货 方向对了 赚多赚少而已 你方向错了 你就是赔大钱 就这个样子而已 好了各位 这样哄咄哄啪当当 对不对 所以各位 这个礼拜你千万不要每一天 开盘又看着盘 好像不太跌 就好去做多单 除了当冲 每一天你就跟着 箭头跟着 大户指标操作之外 时间关系 我们把破单也讲一下 各位 其实这个 今天是礼拜五了 对不对 又过了一个礼拜了 好 各位 过一个礼拜 那除了 各位 假如说你做起货 你是连 你是除了当冲之外 你是连流仓都有操作的话 那你这个礼拜 流仓做得怎么样 我跟各位 很多人也是一样 这个礼拜以来 就是想说 盘已经跌很多了 对不对 哎呦 还可以再空吗 还可以再空吗 都不敢去空 但是各位 你看大神仙剑 有没有超过一个礼拜以上 今天礼拜五了 你自己看 9012 就是上个礼拜三 7月结算 8月 转仓8月的开始 对不对 那个时候上个礼拜三 箭头 破单箭头 9012开始翻空 当时大户 每一天都是 多多空空这样的在做 但基本上 反正箭头没有翻多 反正箭头有翻空 大户有空 我们就留空单 多多多多 到了这个礼拜二那一天 盘中 8864这个地方 翻过一次多 那一样 对不对 前面的空单已经100多点了 将近已经跌了快150点了 你可以跑一下了吧 好 重点是 到了礼拜三 箭头 8874 又开始翻空 而且过去这几天 大户做空力倒是很强的 这一跌 又跌了快100点以上 那好 大家重点是 到了昨天 盘中 8713 有翻个多 对不对 但是我昨天跟你讲过了 老师各位 因为大户没有做多 大户没有做多 所以这两个不同项 一样多单不要做 把空单跑一趟 就今天大户还在做空 不过箭头是没有翻空了 所以今天对不对 对于来讲的话 我就等了 等到下个礼拜一 下礼拜如果大户还在做空 箭头再翻空的话 要不要空 空啊 对不对 但是反过来讲 如果下礼拜 大户真的开始 短线开始往上做多的话 那我再去做多多就好了 所以各位你看 当初也好 对 破断也是一样 破断一样 箭头跟大户 有没有同向 有同向 我就做 箭头跟大户 有没有同向 有同向 我就做 不同向 我不要做 把空单先跑一趟 后面就等 等看到底是 大户要翻多 还是箭头要翻空 这样就好了吗 对 从 从上个礼拜三 转舱八月 到今天 对啊 这样子数下来 也跌了将近三百点 对啊 而且只做了两趟空 航不让当 这样就下来 就三百点 从上礼拜三 转舱 做一趟空 礼拜三 再做一趟空 到昨天 各位啊 不过两趟空 将近三百点 我请问你 你期货 你期货 对不对 你要做当冲也好 你要做破断也好 我说各位啊 全部 对不对 都在为国庆的 方法之内嘛 做期货啊 你要做当冲也好 你要做破断也好 对不对 我说各位 都没有关系嘛 但重点是一样 箭头跟大户两者 有没有同向 这样就好了 这样够不够简单 够简单 对不对 而且各位啊 实在说 不话讲回来 这个礼拜啊 其实几乎 就像主持人讲 每天都在跌 各位 跌了一个礼拜 已经第十三周了 对不对 我跟各位讲 其实今天的再跌 其实啊 从结果来看的话 其实又出了一点问题 什么问题你自己看 本来各位 这个礼拜以来 基本上指数 都还在那个B线 的地方 都在AB线 来回做这样 可是各位 问题是今天 收周线的位置 竟然又跌破了 这个B线 所以各位 这边来讲的话 看起来似乎 多头正叫做 岌岌可危 所以各位 重点是 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手上 还有多单 或是手上的股票 还有一大堆股票的话 那这还怎么办 那各位 因为实际关系 我先跟各位讲个好笑 反正这个周末 在高雄跟台中 跟投资人有约 你就是各位 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把未来这个盘势 整个大盘的走势 很多的股票 如果你掏了一堆股票的话 到底该怎么应对 各位 明天后天 礼拜二礼拜天 台中高雄 我会做很详细的分析 希望各位把握时间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想要转入更多投资讯息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咨询专线02-2542-8999 泳城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啊 树招屏怎么可以冲热水 安心 这是太和工房TR55随手屏 才要瑞士科技元素制成 耐高温和安全 喝喝看 好喝 太和工房TR55随手屏 庆祝复兴节 全管优惠时时钟 坚持做最好的壶 永成国际投顾免被讲座 7月25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高雄 7月26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台中 座位有限请务并来电定位 永成国际报名电话 02-2542-8999 02-2542-8999 永成国际投顾免被讲座 7月25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高雄 7月26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台中 座位有限请务并来电定位 永成国际报名电话 02-2542-8999 02-2542-8999 台中市政府托育一条龙 把关托育品质减轻父母负担 打造全国最完善的托育制度 台中看见希望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欢迎回到大圣仙 今天来关心 今天起现货是同步走跌的 那我们就从外面来观察了 其实今天外资在现货 是只有小卖的29亿 不过目前在期货的空单水位 还是有一万多口 因此下个礼拜的行情 要如何操作呢 赶快把时间交给我老师 好啊 各位 那今天盘振挡之后的话 其实下个礼拜的关键点位的话 也很清楚啊 来 看吧 今天的盘振挡以后的话 目前行情其实是一样的 从短线的角度看 反正上面都是压力 这个礼拜以来 只有昨天的尾盘 因为反弹上去 有一点支撑 对 但是到今天再杀的话 几乎每一天看到的 都是压力压力压力 都一直到这个地方 所以各位 从下个礼拜开始的话 一样上面的关键压力 在这个地方 但重点是 我们一起看 问题是 我们从破的角度看的话 其实到了今天来讲的话 有意思的是 从破的角度看的话 在这个地方 短线上是有一个支撑存在 所以各位 到了下个礼拜一 又形成了 上面有压力 下面有支撑 在一个关键的走势 所以下个礼拜一 这个盘 到底是要突破压力 往上去 还是跌破支撑往下去 这个地方跟这里 就是你今天 对不对 就是下个礼拜一大盘 最关键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 你今天最好 能够先预知一下 好 那除了这个 礼拜一的 这个关键的点位之外的话 其实我刚刚讲 我是各位 其实我们回去讲 结构来讲的话 今天这个收周线 再跌的话 已经基本上 把这个连 逼的这个区间 就是过去 这三周以来的 这个低点 全部又再跌破掉 所以各位 这点来讲的话 对多头来讲 是一个相当大的威胁 在这个地方 所以各位 所以如果说 你真的要赶快 希望知道说 所以各位 重点是 从下个礼拜到大盘 该怎么走 你最好能够先知道 好 那问题是 当今天这个盘 在继续大盘 在跌的过程当中 哇 股票也是一样 股票里里喇喇的 弱势股还是弱 还是弱势股 对 而且不要说 那个什么小投机股 各位今天连连发科 半导体最近利空好多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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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重点是各位 问题是 你不要 如果你手上有半导体股票的话 你先不要到了 这一两天 才说 哇 糟糕有利空 我相信你杀也杀不下首缺了 但是各位 我就以联发科做例子 对不对 联发科算是IC社里面的龙头老大了吧 这可不是什么小投机股吧 但重点是各位 在7月8号那一天 联发科 在先进系统里面 391块 是这波起跌的开始 那个时候 在节目上 我就跟你讲过 说各位 联发科 联发科 从前世的反弹的之后 出现开始出现卖新的 大会在做空 各位你看 到今天 汤巴达汤 才不过两个多礼拜的时间 一跌又跌了 17%下去 所以各位 一档股票 对不对 我再讲各位 一档股票 什么地方是破坏 你该出拖的位置 各位 股票千万不要去乱报一通 你懂我意思吗 该出就出 该出就出 什么地方可以买 那才是一个买点 好 建年阿科 对不对 又重挫 真的是 好了 华雅科今天 虽然说短线有谈一下 但是又如何 各位 一个股票 跌了就其实 回不去了 对呀 今天对不对 好 盘中小谈一下 但是各位 对 就像主持人讲的 回不去了 从年初 从年初 我告诉你 华雅科今年 不知道套了多少投资人 好可怜 你知道吗 但重点是各位 如果你的手上 有华雅科的话 你再看 对不对 从今年的1月16号 46块多 出现破坏卖讯 第一次出现卖讯 第二次32块多 再出现卖讯 到今天 各位 航不让跌了61% 你做的 你本金跌光光 那各位 LED不也是一样吗 LED 大家都说好 到今天一样 龙头股 对不对 叠叠啪啦一路跌 就这个样子 你说面板 对不对 面板 群创也是套了 套了多少投资人 你以为十几块便宜吗 就再跌给你看呢 各位 从连16块 都可以跌27% 你说怎么办 好了各位 反正一句老话 对各位 如果你的手上 已经套了一堆股票的话 该怎么解决 一样各位 明后天 高雄台中 跟投资人有约 如果你有一堆股票的话 一样各位 来听听看怎么样 帮那股票做解套 另外各位 不要忘记了 礼拜一大盘的 关键点位在什么地方 想要一知道话 赶紧通过电话进来 好 当然先记得感谢收看 下个礼拜一 我们同一时间再见